哈喽大家好,我是董晨鸡 我今天所在的地方是日本的大阪市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疫情期间,我的生活状态 以及日本防疫的一些情况 我来日本已经一年半了 目前处于半分半毒的状态 我主要在当地家药妆店打工 受疫情影响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旅客很少 药妆店的销售也严重下滑 许多跟我一样兼职的中国留学生 都暂时离开了药妆店 这一个月以来 我主要在家就是看看书,看看剧 等待疫情稳定后 能早些出门工作 逛超市是我为数不多的外出理由 这是我常来的一个超市 我们进去看看吧 这个是豆苗 价格一带呢是法林日元的苗 这个呢是萝卜的苗 他们这边都是这种包装 特别干净 回家其实不用洗 直接就可以出来吃了 我们今天打算买上一盘猪肉回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价格 是365日元左右 20多人民币 日本人呢是超级喜欢喝啤酒的 这边也有小罐装的 大家可以喝一小口就OK了 不贪杯 这家店是我常来的一家中华物产店 我们去里面看看都有什么吧 这里是速冻水饺 今天我打算买上一袋三千水饺回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国内速冻区的速冻水饺 这边也是买得到的 采购一个葱油饼 一袋水饺 还有六个大肉包子 旁边这两个烧饼是我朋友的 这是今天我们的晚餐 青椒肉丝和蒜蓉生菜 还有久远的库尔 日本这边一直以来 都有戴口罩的习惯 公共场合大家基本都选择戴口罩出行 起初日本并不是很重视新冠疫情 只有出现发热症状 并且症状持续三天 才能得到检测机会 但随着日本4月3日全国开始封国 大家也高度重视起来 听家人朋友说 中国疫情已经好转 希望日本的疫情也能早点结束 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 我们都能安全出行 摘掉口罩 共赏樱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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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